哈囉歡迎回到虛擬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比特幣的市占率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麻煩點個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那我們開始吧 那在今天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在亞洲時間應該是這個初二 那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很愉快的除夕跟新年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比特幣的市占率 就是比特幣的dominance 那為什麼會講這個 這個其實我在我的節目當中有多次跟大家聊到這個指標的重要性 就是一般來講呢 看這個加密貨幣市場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 就是要看這個bitcoin dominance 就是往年在這個熊市底部的時候 一開始第一個帶漲零漲的通常都是比特幣 所以當同時這個比特幣的價錢跟比特幣dominance 都在往上漲的時候呢 就代表這個市場可能是在走向恢復之路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比特幣的dominance 從大概40%漲到目前已經是44%左右 那我個人的看法這個比特幣dominance 最糟糕的狀況呢 應該也是會漲到大概4847這個附近 就是之前這個多次測試的這個高位啦 所以這也是說呢接下來的幾個禮拜呢 比特幣的表現呢應該是會比山寨幣來的好 那對於這件事情 對整個這個加密貨幣的環境呢 其實是一件好事喔 因為今天這個比特幣dominance就是市占率 比較大的時候呢 代表這個整個幣權呢是比較健康的一個狀態喔 所以假如說這個大環境是處於一個這個相對偏雄的狀態 然後這個比特幣的市占率又是不停的在下降的時候呢 雖然說你有的時候可能會看到這個山寨幣一兩天漲了很多 但是對長期來講呢 比特幣的市占率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喔 在之前的節目裡面 我有跟大家講過這個如何評估一個山寨幣 就是要看它對於比特幣的表現喔 像同時我們在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以太幣對比特幣的表現 那這個整體來說呢基本上就是一個up trend 就是一個上升的趨勢嘛 所以當你持有以太幣的時候呢 雖然說這個風險會稍微高一點 然後波動會稍微大一點 但是它整體呢是在往上漲的對吧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ADA對BTC呢 其實也是有這個有漲有跌喔 那我們在佈局山寨幣的時候呢 就是要找這種有漲有跌的山寨幣去佈局 因為今天山寨幣的風險比這個比特幣高的時候呢 如果它的投資報酬率這個大部分時間又是沒有比特幣好的話呢 那你就沒有任何理由持有這個山寨幣喔 直接買比特幣就好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項目 像是Matic Matic也是一個不錯的山寨幣 那最近也可以看到這個對比特幣也是長期是處於一個上漲趨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Polkadot對BTC 那Polkadot對BTC呢就是處於一個這個比較長的下行趨勢喔 還有Chainlink BTC呢基本上就是處於一個這個比較長的下行趨勢喔 那當然也不是說這些山寨幣你就不能買啦 只是當你要佈局這些山寨幣的時候呢 你就不能使用太大的償位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些山寨幣對比特幣長期的走勢呢 還是越來越低的對吧 因為我們買山寨幣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只是希望得到一個比比特幣要好的投資報酬率 那如果說它今天風險比比特幣高 但是投資報酬率又沒有比比特幣高的話呢 那我們就直接這個全部囤比特幣就是最安全的喔 那我就用ADA對比特幣做一個例子吧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我對ADA最熟的喔 那我們就從這個ADA高點的時候去年8月開始算好了 到現在為止呢對比特幣它其實已經損失了73%喔 那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今天假如說我們持有1000塊的ADA跟1000塊的比特幣 那假如說這個去年8月到現在這個比特幣價錢都是維持在一模一樣的狀態好了 那如果今天你持有ADA的話呢 這個1000塊就只剩下270幾塊了 ADA對比特幣在過去的一年半裡面是不停的在損失對吧 那你可能會問說為什麼我們要買ADA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上一輪牛市的時候呢 ADA在這個2020年12月的時候 對比特幣的估值到這個2021年的8月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漲一個1000%喔 那同樣的你也可以說假如說你在2020年的12月 假如說你購買了這個1000塊等值的ADA 那我們就說比特幣從2020年的12月到2021年的8月 假如說都是維持一樣的價錢的話呢 那比特幣原本是1000塊到最後也是1000塊 但如果今天你持有ADA的話呢 原本這1000塊就變成1萬塊了 因為ADA對比特幣的估值呢 在這段時間是漲了10倍喔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佈局山寨幣的一些原因啦 但是因為山寨幣的項目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大家喜歡的項目都不一樣 然後大家對每個項目的研究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我在我的頻道當中呢 就比較不會多聊一些這個 我比較沒有那麼了解的山寨幣喔 那如果今天你對你的山寨幣夠了解的話呢 那我相信你就會有自己佈局你喜歡的這個山寨幣的一些策略喔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呢 就是這個比特幣的市占率呢 大概率的會在接下來幾個月呢持續往上漲喔 直到這個漲到47-48%的附近喔 所以也可以說大部分的山寨幣呢 在接下來這個短期的幾週幾個月內呢 對比特幣應該還是會有這個持續的損失喔 就是大概率應該是會有持續的損失 所以在此時此刻呢 持有比特幣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OK那在開始看新聞之前呢 這個跟大家聊一下這個APTO 因為APTO這項目最近幾天是非常非常的誇張喔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APTO的項目呢 在最近的幾個禮拜裡面應該是已經翻了三倍之類的喔 從底部到頂部我們可以看到APTO已經漲了300多個percent喔 在23天裡面 所以就是三週多一點的時間呢 它就翻了四倍喔 那我們通常看到這種漲幅呢都會很formal 我就會很想追進去喔 那APTO這個項目它本身的團隊也是不錯 那我自己是從來沒有持有過它啊 那在這個它低部這個三塊多四塊多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要買一些 但那時候我個人認為這個ADA的價錢是更便宜喔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偏向這個穩健的投資者 所以我就把資金放在ADA上面喔 但如果今天你有在APTO底部三塊四塊買到APTO的話呢 現在基本上都已經翻了四倍喔 那這也是短短的三週左右的時間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山寨幣是漲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整個幣圈是漲得不錯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Total Market Cap 就是所有幣圈就是所有幣的這個市值呢 也是在23天裡面就漲了大概35%喔 所以當此時時刻還有很多人在說這個 喔比特幣還會去這個更新低的地方 OK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喔 但是你必須要respect the pump 就是說你必須要尊重這次的這個瘋狂的漲幅喔 因為任何時候有這種強烈的漲幅的時候呢 你都是要給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喔 所以今天就算你是一個超級看熊的人 你也必須意識到這一波的回調有可能結束了喔 那這個底部很有可能也已經形成了喔 身為一個好的投資者呢 就是要在這個局勢有變化的時候 有辦法意識到這件事情喔 那就算這件事情跟你猜想的可能有點不一樣 但是你必須要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承認自己的錯誤 然後改變自己的想法 這樣的話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喔 OK今天第一個新聞聊的是Genesis 那我們都知道Genesis在週末呢 是這個File for bankruptcy 就是Chapter 11的破產保護 然後這件事情呢其實不是太意外喔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市場呢 在週末甚至還漲穿這個兩萬三千多 所以完全絲毫沒有受到Genesis宣布破產的這個影響啊 那關於Genesis破產第一次的這個公聽會呢 會在1月23號就是美國時間的明天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進行喔 所以在這個公聽會上呢 我相信會有流出更多的資訊 那關於這件事呢 我會看我明天自己的這個schedule是怎麼樣 如果我可以拖到大概下午兩點在做節目的話呢 我會這麼做喔 因為這樣就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這個公聽會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在下一頁可以看到 這個Genesis欠大家的錢呢 可能是高達5.1billion喔 那主要宣布破產的公司呢 是這個Genesis Hold Co Genesis Global Capital LLC 還有Genesis Asia Pacific PTE 那這三家公司主要的這個業務呢 都是比較偏向於加密貨幣的借貸還有借款 還有提供利息這件事情啊 那至於是什麼造成Genesis最終破產呢 這個主要的因素啊 還有主要的箭頭呢 都還是指向這個去年的這個三件資本的事件 因為他們有這個1.2billion的資金放在三件資本那邊喔 那三件資本後來是破產了嗎 那後來我們都知道這個三件資本破產是因為Telaluna破產 那Telaluna破產呢 是因為這個FTS在背後可能進行了一些操作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可以把這個始作的勇者都歸在這個FTS還有SBF的身上啦 Alameda Research這些 他們幹的一些事情呢 這是讓這個2022年的幣圈是非常非常的動盪喔 但是現在比特幣的價錢已經恢復到這個FTS崩盤之前的價位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現象 等於說是一樣的價錢呢 但是我們現在卻把這個幣圈裡面最糟糕最壞的一家公司呢 給這個淘汰掉了 所以對於幣圈未來發展還有接下來幾個月的走勢呢 我個人是蠻有信心的喔 下則新聞是關於Genesis相關的一些交易所還是持續的在營運喔 那我們在鏈上數據可以看到這個Genesis Trading Firm 就是他們的這個交易公司啊 還是在線上數據上有些頻繁的交易喔 代表他們這個營運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那就像剛剛那則新聞講的 Genesis這次主要破產的幾個公司跟項目呢 都是負責一些加密貨幣借貸啊 然後加密貨幣earn啊 就是賺取利息這方面的營運喔 那本身它的這個交易所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此時此刻你會敢使用任何Genesis上面的交易所嗎 我是覺得不可能喔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推特上也做出了一個投票 那高達73.7%的人呢 是說明絕對不可能是在此時此刻使用Genesis交易所 那關於Genesis交易所破產的事情呢 我相信會在明天的這個第一次公聽會 可以流出更多的消息 那我相信在明天應該會有更多的消息指出 這個DCG到底跟Genesis是有多少的掛鉤 然後會不會因為這些掛鉤呢 導致這個DCG自己出問題 或者甚至是灰度出問題喔 那這件事情在明天的這個聽證會之後呢 我會再做新聞跟大家聊喔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Bibit的 那這個Bibit這個交易所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耳熟喔 因為很多這個YouTube的網紅都會推Bibit這個交易所的連結 那Bibit主要是做一些短線交易的一個交易所啦 今天因為Genesis破產這件事情呢 很多人就在開始擔心說Bibit會不會有受影響 因為之前Bibit就是Genesis其中一個客戶嘛 那今天這個Bibit的CEO就馬上在推特上澄清說 他們在這個Genesis上的確是有大概150million 就是1.5億左右的資金在上面喔 那主要是透過Mirana這個公司 但是此時此刻這個Mirana已經提供了這個高達120million左右 這個流動資金的證明喔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在這個Genesis破產事件上呢 應該是不會受到太多的影響 那下面在推特上呢就有很多人質疑他說 為什麼今天是這個Genesis破產之後 那這個BibitCEO才出來公佈這些消息喔 因為在之前是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跟哪一家公司合作 是跟這個Mirana合作啊 提供這些加密貨幣的earn program 就很多人質疑說 為什麼今天是事情發生了 Genesis宣佈破產 你才出來就是公開的說明這些細節喔 那聊到這裡就不禁想要再次提醒大家 任何交易所提供這種earn program 就是你把加密貨幣擺在上面 然後可以賺取利息呢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喔 那其中當然也包含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币安 因為在币安上也是有提供這個earn program的服務 當你今天在期待的拿這些利息的時候呢 你要知道背後都是存在相當程度的風險喔 所以不要認為把加密貨幣擺在交易所上是一個正確的事情 今天你進到加密貨幣的投資市場裡面呢 要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not your key not your crypto 就是你一定要學著使用自己的冷錢包自己持幣喔 只有學會正確持有加密貨幣的方式呢 在這個加密貨幣的投資市場裡面才活得久喔 下則新聞是關於FTX美國分部的前CEO 那他的名字呢叫做Brad Harrison 我在上週的這個新聞當中又跟大家聊到這個人喔 因為他在推特上呢是發了一個49個推文 關於這個FTX破產還有他跟SBF自己私下一些關係喔 那今天Brad Harrison就籌到了5M就是500萬的資金呢 去開啟另外一個加密貨幣交易所的軟體程式喔 那今天這個消息跟上週他發了一連串關於FTX還有SBF這個推文呢 感覺就是有意的啦 那Brad Harrison是不是因為想要推行自己新推出的交易所 然後導致他上週對這個SBF提出這一連串的推文 只是為了吸引眼球 這都是很難說的一件事情喔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加密貨幣的圈子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沒有足夠的監管還有這個足夠的透明性 所以很多這些人呢就會利用這一點呢 在裡面瘋狂的捲錢喔 那其中當然是包含了好人也包含了壞人啦 因為Brad Harrison呢我們只能希望他對這個幣圈是好的 那直到美國政府對於加密貨幣板塊提出一個這個透明性的這個法規之前呢 對於我們散戶而言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學著如何保護自己喔 下個新聞是關於SEC還有Mango的 那關於Mango這個DeFi被盜的事情呢 我在我的新聞當中有跟大家聊過很多次喔 那今天SEC就正是對於這個Mango事件的這個主導者啊 他的名字叫做Everhan Eisenberg提出這個告訴我 那當初他從這件事情呢是套利了116M 那這個金額呢跟FTX詐騙全世界的人的金額比呢只有不到1%喔 但是SEC對於這件事卻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然後對於FTX這樣的事情呢就是在他們眼簾上發生的 卻就是只字字不提喔 所以很明顯呢他們就是試指挑軟的吃啊 或者是這個FTX的人背後真的是給了SEC非常非常多的錢 導致他們沒有在FTX破產之前呢發現任何的端倪喔 那我們在下面也可以看到SEC的Chair Gary Gensler呢 也在最近多次說到說呢這個 他已經對加密貨幣的監管失去了這個耐心等等的喔 那我覺得他講這些話也是很好笑啦 因為他曾經也說過 他認為此時此刻加密貨幣的監管已經非常非常的完善喔 沒有必要在這方面進行任何的改進喔 所以對於Gary Gensler我也是挺無言的啦 然後真的也不知道他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感覺他就是只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權利而已 今天最後這個新聞是要跟大家聊這個 美國房屋貸款的一個體系喔 那這個體系叫做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Home Loan Bank System 簡稱就是FHLB 那這個組織呢是主要在這個2008年這個房市暴跌之後建成的喔 那他們主要的功用呢就是對於這個房子市場啊 提供這個足夠的流通性喔 那今天在這則報導上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FHLB的這個組織呢 是對了兩個加密貨幣的銀行提供了很多的貸款喔 那其中呢包含了10個Billion借給這個Signature Bank 然後另外借給3.6Billion給這個Silvergate銀行喔 那這兩家銀行都是加密貨幣相關的銀行啦 那為什麼加密貨幣相關的銀行 可以跟這個美國房屋貸款組織借到這麼多錢呢 這就是事實上人非常匪於所思的一個地方喔 那這也是金融體系的一些問題啦 就是這個背後到底是怎麼操作 我們都不知道喔 那很多這個背後在發生的事情呢 是不會讓我們普羅大眾知道的喔 因為傳統的金融行業呢就是非常非常不透明的喔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自己非常支持這個比特幣 還有加密貨幣區塊鏈要做的事情 因為區塊鏈技術呢就是要讓所有的體系呢 都有一個透明性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去檢視這些事情喔 那今天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見啦掰掰 拜拜 我們等一下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あり knows 我們下班